哈喽,每日都更新的君君啦啦,热播剧墨云坚引来大结局 稍前在微博总制作人于正回答网友们对于结局的担忧 信誓旦旦的表示,he happy ending 没想到结局一出竟引起网友们的怒火 就算把主演吴景阳和王兴月找回来拍朝天婚后翻外,也无法平息 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跟君君一起来看看吧 1.墨云坚大结局开放式惹中怒 墨云坚从女主角薛芳菲的复仇故事展开 没想到都到最后一集了,竟然还有攻打代国的剧情 不仅肖恒身边的左傍右臂文记和陆基壮烈牺牲万箭穿心 让观众超心痛 肖恒咬着玉佩的高光时刻 也是仅剩他孤军奋战之时的悲壮画面 最后盯在他一人迎来代国的大军 都已经如此,若要将剧情扭转成he 只要好好拍肖恒成功归来的画面即可 没想到,剧委只分别拍摄薛芳菲 一身红衣在树下等待的画面 即同样一身红衣的肖恒策马及驰 既没有两人相逢的画面 薛芳菲朦胧的回头及神情 也像是暗示她的归来只是想象 如此的开放式结局 引起网友众多猜想及骂骂 直呼烂尾 2.墨云坚大结局乱解 先网友论战 墨云坚的大结局引起网友们的激情论战 一方人认为肖恒一人如何抵千军 加上曾经有肖恒吐血的拍摄画面流出 只是在正片被剪掉 姚玉佩被认为是肖恒怕她被砍头之际 与玉佩分离的举动 最后也没有两人相逢的画面 变成仅剩薛芳菲想象的避意大悲剧 另一方面则认为 戴郭首领说了要活捉肖恒 加上她起码的一幕有拍到玉佩 因此两人真的有团圆 这是隐晖的HE结局 无论如何网友都认为 已经成功为自己复仇的薛芳菲 和成功为父母报仇并除叛党的销衡 前前后后忙了四十几 就在最后被戴郭所杀 未免派训 此外戴郭的剧情也被认为没必要 停在冲完叛党 两人结婚的画面就十分合适 而后网友们发现 明明有拍摄过 两人重逢在家门前的一幕 却被删掉 变成停在树下的开放式结局 狠批导演 不要为了自以为艺术的结尾恶心观众 莫云坚补拍超天婚后番外 融网络梗 莫云坚在临近大结局之际 被发现总制作人余正找回主演 吴景言和王新月补拍了婚后番外 让网友都超激动 虽然莫云坚的番外仅仅五分钟 但是融入了聚播时 网上网友们自创的搞笑梗 像是萧衡的眼线 许芳菲的一来乡 两人暧昧的对话等等 当然还有超天的吻戏来弥补观众 番外又甜又搞笑 虽然重新找了演员回来有心 也弥补了正片中缺少的糖 却依然让不少网友难以接受 一方人指责剧方就是自知结局逼翼 才急忙将演员招回补拍 就算多了这五分钟 依旧无法释怀大结局的最后一幕 剧播了这么久 为何不在正片给个清楚的HE 另一方人大赞于正 十分懂观众喜欢什么 也很喜欢番外的交代 感觉为结局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四 莫云坚 于正出面澄清 结局为HE 历经大结局的风波 总制作人于正亲自发文澄清 莫云坚是明确的HE结局 更解释当初导演剪片子时 突然想剪成BE bad ending 为此两人害起了小争执 于正发文说道 其实人生有一万种可能 只要你相信他回来了 他就回来了 更表示自己对结局的看法是 马蹄声响起 小横回来了 放飞一回头故事大团圆 于正表示 自己意识到世界上有乐观的人 就有悲观的人 他们想到这样的结局 被认成是BE 于是和平台一起合作 母拍了番外 不过网友们并未全部买单 部分人认为 他将事情推到观众乐观与否身上 问题却是戳在剧方正片 不给个明确的happy ending 另一方网友认为 有了番外 不就证明了萧横平安归来 两人拥有美好的未来 还生了小孩 盖给的糖 该交代的都没少 如今就是HE结尾 双方争执不休 墨云剑 王兴月 吴景岩 非常嚣张 CP超火 墨云剑又有极大的热度 王兴月和吴景岩的CP也越来越火 两人甚至有CP名 非常嚣张 粉碎数量庞大 因此 大多数人看到两人合体 拍番外 是十分开心的 而后传初五 两人还一同上了综艺节目 你好星期六 在节目上大方撒糖 令观众超级期待 六 墨云剑 王兴月 惨现争议 在优酷会员公布大结局后一周 网友对于结局的悲分值渐渐下降 逐渐接受了番外 为HE的代表 而此时已受到许多人气和喜爱的王兴月 却陷入了风波 事件起因是 在墨云间真正大受官之时 王兴月 吴景岩两人纷纷在微博发告别文 吴景岩顾全大举 除了有多招与男主角王兴月的合照外 还有与多位其他演员的合照 王兴月却几乎都是个人摔照 吴景岩身影只有零星几张 不仅如此 王兴月的工作室 还发布了一部 萧衡在战场上的影片 不仅充满战损氛围 还放了萧衡吐血的片段 但其实该片段 根本没出现在开放式结局的正片中 发出来形同实锤 莫云间B1 将好不容易余政和官方 束缚成HE的结局 再次变成了B1 引来网上一片谩骂 许多网友认为 这样做是被刺剧粉和观众 甚至直指王兴月方 这方操作是太急着 切割无景岩进行CP提纯 只从CP粉中 脱另外一个人的粉 脂粉一方行为的粉圈用语 结果适得其反 面对网友的骂骂 身间总制作人和老板的余政 紧急下场发声 表示公司的宣传 发了战损花絮片段 是觉得这幕为演员的高光画面 但这部分剧本没有 导演那时自己拍开心的而已 余政不仅附上对话截图 向剧粉们道歉 还表示会开除工作室相关人员 王兴月工作室也删除了该影片 并发道歉文 七 后续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虽然与政治番后续处理 诚意满满被赞 但王兴月的口碑却已大受影响 不少网友开始深拔王兴月 先是拔出疑似王兴月的淘宝账号 为女友买月33块人民币 约薪台币147元的情趣内衣 还贯注了不少类似店家 证据一是该淘宝账号 名与王兴月早期微博名称 极为相似 都是WAAA开头 证据二是王兴月 曾穿过该淘宝账号 关注店家的同款服饰 证据三是该淘宝账号 曝光后立刻被锁起来 如今已无法搜寻到 疑似心虚 消息火速冲上热搜第一 此外还有网友挖出一张 王兴月左楼右抱女生的照片 王兴月青春大男孩形象 刚爆红就被中伤 这让不少喜爱王兴月的支持者 觉得有些欺骗感 更有甚者 他的实际年龄 也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此前王兴月 应15岁就考上中央戏剧学院 大二十进入演艺圈 年仅22岁就已经演过 周生如故 唯有安相来 宁安如梦 和在暴雪时分等作品 凭借帅气外形与不俗演技 年纪小小就大方异彩 因而被网友称作小孩哥 用来称呼非常厉害的 小孩的网络用语 随后网友扒出 王兴月在2017年 发的网易云祝愿照 当时床前的登记信息 写的是17岁 网友还发现 17年 王兴月议考参加了一个采访 其中视频已经被删除 但语音里 王兴月的自我介绍 说自己今年17岁 网友按照时间线的推算 他实际年龄 应该是00年 或者99年 而不是之前所说的02年出生 让很多人对他印象变得不好 觉得王兴月不成性 也有部分网友为他说话 这件事起因的战损花絮 是工作人员所为 演员和其无辜 但这些一系列的事件 还让王兴月陷入了被质疑的漩涡 一时间 网上冲出着对他的非议和批评之声 一会是改年龄 一会是嚼槟榔 一会又是虐粉提纯 各种各样的黑料层出不穷 一些自称是他老粉丝的人 更是直言要脱粉 认为他让人太过失望 网上骂声一片 十分混乱 7月1日 王兴月工作室发文否认 近期任意的王兴月改年龄 攻击金挂靠国企 曾给女友买情绪内衣等传闻 并表示相关侵权行为 均已取证 会使用法律武器 维护艺人的合法权益 军军觉得此次事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被考古 其实也算是明星成名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 不少明星爆红 都经历了被考古 拔黑料的阶段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人红是非多吧 但不管怎样 军军觉得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 过多的去评论和关注明星的私生活 还是多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吧 好了 看完最近围绕梦云间剧情 和主演的七大争议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